各位欢迎你来到一号真相台 让我带你穿越谎言的迷雾抵达真相的彼岸 中国央视有一个间谍叫做成磊 成磊最近在澳大利亚总理访华期之前 被驱逐出中国 说是坐了三年牢便宜他了 据说潜伏央视20年让中国损失上千亿 被驱逐以后获得了澳总理的高调的欢迎 我们来看看成磊事件到底是怎么回事 他回到澳大利亚之后 还获得了身为华裔的所谓的部长的热烈欢迎 当成了澳洲的英雄 查认为澳大利亚籍人士成磊 涉嫌为境外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罪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于2月5日批准逮捕犯罪嫌疑人成磊 央视门与主持人成磊竟然是一只披着羊皮的狼 卧底中国20年为美澳窃取了无数机密文件 至少让国家损失了上千亿 看到新闻后全国人民又震惊又愤怒 按理说这位中央财经台的王牌主持人既不缺钱也不缺名 他究竟是为了什么而出卖自己的祖国 在完美潜伏20年后他又是因为什么而暴露间谍身份的呢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了解这位卧底央视20年的主持人成磊 成磊出生在1975年那时候中国还很落后 对不少人来说国外的月亮格外圆 他们将移民出国视为骄傲 而成磊的父母就是这样的人 并不富裕的他们想尽各种办法杂锅卖铁也要出国 最后终于如愿移民到了澳大利亚 并为此感到了沾沾自喜 觉得这样自家女儿就能从起跑开始 就胜过国内大半同龄人了 然而移民之后的生活跟他们想象的完全不一样 澳大利亚的工作机会的确很多 但那都是留给白人的 像他们这种没钱没事的外来者 只能找些最底层的邻工来勉强维持生计 不仅如此 被他们认为迎在起跑县的城里来到新学校后 饱受同学欺负 全家人都生活在贫困又充满歧视的地方 艰难求生 唯一让父母感到欣慰的是 成磊非常优秀 没有因为受到欺负便一蹶不振 反而坚信通过努力学习 将来准能一举改变身份地位 赢得出人头地的那一天 为此成磊比谁都要积极努力 成绩一直保持在前列 每次提起他 父母都感觉面上有光 不过由于年纪上小 就跟着父母来到澳大利亚 之后接受的还是纯正的西式教育 成磊对祖国的印象和感情都非常的浅薄 直到现在 澳大利亚对亚裔的歧视还非常严重 甚至有不少极端分子会使用暴力手段 对待那些生有一副亚洲人外表的移民 而成磊在受到这样的对待后 非但没有声讨这些外国人 反而将矛头对准了祖国 感情越发淡薄 之后成磊在笑成绩优异 就算饱受歧视依然被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录取 他最大的梦想是成为一名记者 但他的父亲在了解了澳大利亚的环境后 认为他简直是痴人说梦 劝说改学商业 毕竟在澳大利亚 记者这个行业不一定需要他 但不管到了哪里 人们总是需要会计的 成磊照办了 并在大学毕业后 在澳大利亚一家不错的公司里工作了六年 等到积攒出足够的经验后 又换了一家更好的公司 成磊主要是看中了他中澳合资的特点 想以此为跳板 回到中国寻找实现梦想的机会 虽然有过妥协 但成磊依然做着成为记者的美梦 并在关键时刻抓住机会 被公司安排到了中国发展 果然如他所预料的 中国的同胞非常欢迎他的归来 而这也为他实现记者梦创造了机会 吃着中国的饭 还砸着中国的锅 天下哪有这样的美事 央视美女主持人成岭就幻想做这样的美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陈磊泄露的这些信息 很可能已经导致中国损失了上千亿元 陈磊也知道一旦暴露 自己就完蛋了 平时做事格外的小心谨慎 从不透露自己内心的真实想法 不过一个内心有鬼的人 就算遮掩的再好 也会有疏漏的那一天 而老老实实潜伏在央视20年的陈磊 怎么也想不到 自己竟会因为一次口误 暴露了自己的身份 他们终将为他们的愚蠢和傲慢付出代价 央视美女主持人陈磊 2021年2月在参加一档节目时 一时口误说出 现在美澳双方已经掌握了 中国的经济发展动态这样一番话 说出这句话时 陈磊眉目含笑 显得有些洋洋自得 似乎是在说什么了不起的大事 显然是站在了美澳方面的立场上的 顿时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一些观众觉得他不对劲 开始关注他的言行举止 果然发现了端倪 在国内观众眼中 陈磊的形象总是温柔大发 又富有同情心 然而他在国外的社交平台上 却公然宣称 疫情期间的武汉就是一座鬼城 以及其他污蔑中国的话 这样毫无根据的捏造 他说的信誓旦旦 大肆宣扬 显然就是冲着抹黑中国来的 这样丑陋的面目 大大颠覆了国内观众们 对他的好印象 很多人都不能接受这样的现实 但接下来的发展 却证明他身为间谍的身份 就在几天之后 陈磊被正式逮捕的消息传出 原来国家早就察觉到 他的间谍身份 暗中成立了调查小组 一点一点 默清了他这些年来的所作所为 收集到了足够的证据 而陈磊却还在为 二十年来成功卧底央视的事迹 而沾沾自喜 竟然一时口误暴露了自己 还没来得及挽救 就被从家中带走 接受进一步的调查了 被逮捕后 成立的第一反应 自然是不承认 声称这都是污蔑 并将希望寄托在澳大利亚方面 企图获得他们的援救 澳房多次请求交涉 希望中国能够释放成立 见中方不肯松口 甚至搬出了成立的两个孩子 企图打枪感情派 靠舆论逼迫中国放人 作为单亲母亲 成立独自抚养这两个孩子 摄取了母亲后 两个孩子固然可怜 但如果澳房真的心疼孩子 当初就不应该选择成立 让他走上这样一条不归路 中方没有上当 顶住了所有的压力 坚决要让成立接受惩罚 今年的三月底 北京法院已经对成立一案 进行了不公开审理 这个卧底多年的女人 终将会为自己出卖同胞的 所作所为付出代价 西方的一些媒体呢 老是替成立喊冤 这个成立肯定是被冤枉的 这是中澳关系恶化的 他是个替罪羊 到底成立冤不冤枉呢 成立现在是服刑三年 被驱逐回了澳大利亚 他接受了采访 美国之轮的报道 揭露了这个真相 我没看啊 他是接受了澳大利亚 这个最弱智的 这个天空新闻的采访 这个天空新闻呢 以前的时候呢 把这个一个骗子 王立强 给塑造成了中国叛逃的间谍 王立强那个节目 我在第一时间 我就跟他老师说了 这货准是一骗子 一假间谍 怎么样 天空新闻又在采访成立 我们看看啊 我唯一想要看 要是写的 我寻找到 看的我的 Gesicht него是最糊弱的 所以 你 你也只是想闯 你因为这个抱怨 那些 想法 你不想过 你心所想的 然後當你睡了,你會更加壞 所以他們說你 shared 就是說你分享了一張 document 我們 waren你在公司的位置之前 會發生的空間 然後你心想 کی個相 clos 對 然後她們的機器是 過幾分鐘 那是你和你一樣怎樣這是 你也知道 你 auch在駕駛的 Е-O-P-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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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 那你剛才是第一次見,是沈會你或是哪兒 Sofia 那根据这篇报道 你们就明白了吧 程磊冤不冤呢 他自己都承认了 他把中国的机密文件 给泄露了 而且他说 他提前了几分钟 透露了中国政府的官方信息 违反了对媒体报道的实现 导致被中国当局 为境外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罪起诉 遭受了三年的牢狱之苦 这个天空新闻 这个傻叉电台 他也真相信 你程磊得到的 中国的这个机密文件 你在播出前三分钟 播出前三分钟 你还在那个 这个这个这个演播室里面了呢 你你能发给谁呀 啊 再说了 你发给谁呀 你发给的不就是澳洲的情报部门吗 你不是间谍 你是什么呀 是不是啊 他说呢 这个他被中国执法部门拘留期间 他被告知他的行为伤害了中国 中国官媒呢 在程磊刑满释放以后 首次公布了程磊触犯的法律 称 程磊2020年的5月 受某境外机构人员 这个啊 来这个发展 违反与聘用单位签署的保密条例 将工作中掌握的国家秘密 非法通过手机提供给了该境外机构 啊 程磊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他无法透露案件的细节 啊 但是采访者这个说问他啊 说你是不是在新闻实现 到来几分钟之前 分享了一份政府的简报文件 他回答是 这傻叉的这个什么天空新闻呢 啊 能是几分钟吗 对吧 呃 呃 程磊说在中国这是一个大罪过 你伤害了祖国国家的权威 因你而受到侵害 对我们这里来说似乎是无害的东西 但并不是在中国 哎呀 程磊啊 你要是在美国向中国传递美国的政府文件 那不得判你个二十年啊 是吧 中国只让你做了三年老 对吧 程磊还辩语说 我从事的就是传播信息的工作 所以你可以想象我有多想讲述我的故事 因为我知道这是每个人都好奇的东西 但是我也意识到这一点 或者我被告知 我真的不能透露细节或具体情况 而且他也没透露啊 他这个就就说这个泄露的是中国哪方面的这种文件啊 什么叫媒体实现啊 就是说呀 这个比如说啊 在媒体啊 你接到这种这个政府给的这些材料 在某个时间点解禁才能对外公布啊 这就叫这个媒体实现 那程磊呢 他呢 说呢 他首次披露他三年前八月份被中国当女 以刑事强制措施的过程 13号那天 他单位的一位负责人叫他进台里谈工作 他到达以后呢 发现会议室里有二十多个人 其中有个人站起来出示他的证件说 你被逮捕了 随后呢 他被带到他住的公寓 警察在他家搜查了一整天 在被监视居住的头六个月里边 程磊与诗歌决多次设法通过脑海中翻译诗歌来排斥 做傻事的想法啊 每个梦都是一场噩梦 如果是一个好梦 醒来感觉会糟 更糟啊 2022年3月 中国法院闭门开庭审理 程磊案 以为境外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罪 判处程磊有期徒刑 两年十一个月 后来呢 他被压往一所监狱 与他的育友一起住 但是牢房的灯从来就没关过 他说他乘飞机返回澳大利亚的长途飞行中 这是他三年来第一次经历没有灯亮的夜晚 回到澳大利亚后 他有时感到像婴儿一样 十分脆弱 有时又感到可以飞翔 看见了吗 美国之轮的这段采访 证实了中国政府 这个说这个程磊是个间谍 判他将近三年的徒刑 一点都不冤 可以说你们可以往回看看 中国政府真的是做的这些事 他不会放过一个坏人 也基本上不会冤枉一个好人 你们可以去找例子看看 对吗 相比来说 中国政府比西方的这些政府啊 媒体啊都靠谱多了 朋友们 点个订阅 咱们下期再聊